換來看國民黨這邊 在這次的選舉是大參拜 當然開始來檢討 連任成功的理會 鎮客信 周萬安 以及白選的理會 紅椒森丁丁 都在今天四條中上位 他們好用國民黨的路線 必須要改革 中國國民黨的名稱 是不是要把中國這兩字拿掉呢 國民黨的理會說 目前也沒有在討論的範圍來 如果是改名提及不改 也是不猜港 我跟張院長向大家深深的一舉功 我們一舉功 來 謝謝 國民黨聽你講你講 總統台選和理會選舉 雙雙參拜 當來方法也已經丟開 但現在中上位的理會 更欺信 周萬安 任何一周 當時算不死掉中上位的政府 我辭去中常委的職務 除了表示負責 也希望接下來 我們的決策方式 還有決策的模式 能夠更貼近民意 更了解民眾的想法 我們之所以會選輸 會失敗 不光是當主席的責任 作為中常會的議員 我們也有責任 這次來年失敗 留意的教師也在面前選擇 失調中上位 不再參與黨一選議 中華官議長 很丟臉 一樣清洗 但是當主席 中華官議員的清洗案 是不是需要經由中常會通過 不是一定得經過中常會的準則 吳主席才會真的辭職 在他递出這個請辭的 這樣的一個聲明之後 已成定局 國民黨一定要改名 不賣 有好不賣 一定能讓年輕加入新的選領 否則國民黨選舉未來越來 如果當年是不是應該去中國法 各位國民黨的立委 都認為幕前平是討論的重點 是應該怎麼對白選的危機中 脫臺換國 質疑民意 這是國民黨需要臨臨 重臺割墊